一二二 就 耶 好 來 送一下 我開 我開 掌聲鼓勵 怎麼可能 是KG耶 我們現在看到超級美女 梁詠琪小姐 掌聲歡迎 大家好 哈囉 有沒有看到 今天來啊 今天可不是來賓喔 人家今天來是跟我們一起擔任主持人 對 我們節目何得何能啊 這位 搞得這個頭跟兵馬俑一樣 你還在當場跪下來 不過以前有沒有主持過節目 這種遊戲節目是沒有 沒有是吧 對 所以很緊張 遊戲節目沒有 但是座談性的節目有嗎 我跟你講喔 你只要你的扮相那麼好 你只要站出來觀眾就舒服了 對不對 那不像很多女藝人 還要靠後天很多努力啊 才有辦法嗎 對 你今天要謝謝我耶 憲哥 謝謝你 什麼呢 要不是由我處在這 我要是消失的話 你看看這個畫面 喂 大家好好加油啦 今天有幾位特別來賓要介紹一下 你知道嗎 不是 那一邊 你知道嗎 莎士比亞曾經講過一句話 是 最重要的不是演員 一場最重要好看的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觀眾啦 好 所以今天呢 我會發覺喔 你 這是我們東南亞最美麗的國家 最乾淨的國家 而且他們最乾淨的不是他們的國家 他們的道路而已 那是什麼 他們心地最漂亮 而且每一位總是用熱情的這個笑容面對著我們 我記得上次馬來西亞來的時候你也是這樣講 喂 沒禮貌 大人講話小孩子不要亂擦 好啦 一起來歡迎來自我們新加坡的好朋友 歡迎 厲害 那這個趕快來介紹咱們今天的來賓 好 介紹來賓我們就用兩兩句來訪問就好 對 不然今天積極來當的是主持人嘛 對啊 來 第一位你來介紹 好 第一位是陳雨昕 耶 厲害 我們訪問兩句 第二位是 喂 你是不是在報賽嘛 我說訪問你 一號一號的報就算了 你急著要趕飛機回香港是不是 沒有沒有 你總該跟人家聊兩句啊 陳雨昕是姓陳嗎 對啊 只要問一下 很難得耶 看到繼續訪問人 你好 你好 你發片了嗎 發了發了 欸 憲哥怎麼有一股尷尬的氣氛 彌漫在他們兩個之間 GG GG 我給你介紹一下 他已經快下片了 好 加油啦 很可愛 好不好 但是呢 你要對他有所了解 陳雨昕 有沒有看到 來到我們節目感到很驚訝 很喜歡模仿一下Coco 預備 來上節目很開心 預備 起 Oh my God 我真的好高興來到這個節目 看到G 好像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這個小女生太可愛了 再來歡迎我們第二位 許惠欣小姐 哈囉 許惠欣小姐 哈囉 許惠欣小姐好 喔 厲害了 最近還開演唱會啦 而且還發明了一個叫做什麼 芭蕾啊 對 孤單芭蕾 我新專輯 惠欣來 唱一下 好 忽然很想你 忽然很想你 你為完整的愛情 那天你說 有一種愛只能一起努力 我的心天天在等你 給我為完整的記憶 想念是我們的現實性 你給了愛情養起舞 厲害了 好聽 厲害了 歡迎張兆志先生 大家好 大家好 厲害了 那麼恭喜啦 這麼快就能夠從綠島回來 什麼 沒有 快上片了 憲哥 快上片了 發片嗎 沒有 沒有 電影 而且他在那個電影裡頭 有大膽的突破 是嗎 聽說漏了很多 真的嗎 漏了什麼 我們電影裡面總共有八個演員 三男 五女 三男 五女 三男 五女 然後還有一個男生在那邊 對 遇人也是啊 對 那我們全部都是有很激情的進步 好 加油 好不好 我們希望這個有很好的賣座 謝謝 謝謝 接著下來一起來歡迎大家的好朋友 朗祖雲小姐 哈囉 朗祖雲 後面也是有那個粉絲 對啊 入侵細胞 介紹一下 這個為心細而來 舞台劇 有沒有看到 對 最近剛好 因為我們在明年的二月份要演出一個非常大型的歌舞劇 然後是由音樂才子李宗盛先生的音樂 這個厲害 福家授權 對 我們用他的音樂來重新做一個歌舞劇 演出成功 謝謝 謝謝 加油 好 接著下來歡迎超級才女趙之碧還有裕榮先生 謝謝 大家好 這個趙之碧會讓人家聯想到賣韓國銅鍋烤肉的那種 為什麼 為什麼 銅鑼燒 你會覺得一陣韓風吹來 他就是非常傳統那種韓國的臉有沒有 泡菜豆腐鍋是不是 對 有阿里郎的味道 沒有啊 就是歐巴桑的感覺 是 我一直都是很開心 今天是為什麼來的 因為我們發行了一張概念性的專輯 叫半成年主張 有沒有在桌上 我剛剛拿給我了 我覺得這個是相當不錯的 對 全部是自己創作的新歌 裕榮也是嘛 來來 積極訪問一下 你在這個專輯裡面有什麼新歌 他們兩個今天穿情侶裝 對 我在這個專輯裡面有一首我自己的作曲的歌 還有詞是阿信幫我寫的 叫做東海小王子 希望大家會喜歡 謝謝 現在場面是滿冷的 繼續加油 你要不要唱兩句 來來來 你不是剛剛訪問許惠心那一套全部拿出來 沒有啊 本來應該要讓人家唱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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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句聽聽看聽聽看 預備 起 打開陽光的寶藏 巧克力色的堅強 曾經像王子一樣 還封閉在我的肩膀 也許理想的形狀 就像海面的照耀 小時候晚閉的我 凌晨等到天亮 謝謝 掌聲鼓勵 現在 你會不會覺得好像很多人唱起歌來 一定要R&B一下 你會不會R&B 來來來 因為現在很流行的關係 你新專輯 現在大家都沒有聽過 如果在我們節目首播你看 對對對唱一下 好不好 唱幾句好不好 我的新歌啊 新歌 好 好 而且要用R&B唱一下 一般要轉一下 試試看 我喜歡孤單冒險 最終夢的線索 我的主持上標示自由 再也不想做 無聊的那個我 我喜歡孤單冒險 最終夢的線索 我的主持上標示自由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超級唱 我第一次唱耶 我第一次唱得很好耶 我第一次唱這首歌 不容易 你可以唱到你的粉絲 頭髮都豎起來有沒有 這個粉絲好有型耶 我剛剛就一直在投版他 他本來就這樣子 好好笑 我在講話他眼睛也沒有離開過你 謝謝 但是我在講你的話 他就轉過來瞪我一下 就是啊 好啦 謝謝啦 接著下來趕快來 進入咱們第一單元 叫做是 哪裡 喂 你現在是主持人啦 小姐 好 你再來一次 馬上進入我們 第二個單元 叫做是 真的假不了 這是第二 馬上進入我們 第一個單元 叫做是 對啊 真的假不了 對啊 現在進入我們 真的假不了 好 等一下 怎麼樣 在我們今天 真的假不了這個單元 要開始之前呢 我要求 所有我們現場的觀眾朋友 還有全部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注意了 今天是一個大日子 今天是老吴 他40了 是 大家一起來 1 2 3 HAPPY BIRTHDAY 謝謝 不敢 HAPPY BIRTHDAY 是 我們都沒有 HAPPY BIRTHDAY TU 憲哥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U HAPPY BIRTHDAY 謝謝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謝謝 生日快樂 我們非常驚訝的憲哥 在今天 離開我們了 喂 喂 在今天 生日了 你生日對我們節目來講 是一間大日子 沒有啦 我猜這個節目到現在 做了六七年的一個時間 我們每次站上這個舞台 總是為大家來服務 至於個人的生日 這只是一個小事 人家說得好 這是母難之期 等一下打電話跟媽媽講一下 當年辛苦 對不對 這點是很重要的 那麼根據我爸爸跟媽媽他們所講 我是他們兩個呢 避孕失敗所生下來的 也怪爸爸當時年紀輕的時候 身強體壯 不管你怎麼講 今天我們為你準備了一項非常非常特別 本節目幫你慶生的方法 真的嗎 對 我覺得有一個意外的驚喜 我相信憲哥可能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一直都知道 憲哥是一個非常非常照顧小孩 很愛小孩的人 他可能沒有想到 今天我們把他的女兒佳佳 進來了現場 真的嗎 那今天呢 我們真的假不了 第一道題目呢 就是要讓憲哥自己來猜一猜 三個小女生裡頭 誰是他的女兒佳佳 這個還要猜啊 神經病 這怎麼猜 你電太理啊 這個還要猜啊 對啊 我的女兒出來三個我還認不出來 這一集我跟你講 他現在是緊張 應該是我來猜的 對我沒看過 因為從來沒有人 就是我們所有的觀眾們 沒有人看過他女兒的 對啊 真面目 我好想看 真的 不會吧 如果你連自己的女兒都猜不出來 那我們真的無話可說 想不想看 想 今天新加坡來的朋友 讓你們賺到了 吳宗憲生日特別驚喜 小女兒首度螢幕曝光 觀眾朋友們 我們來猜猜看 誰才是他真正的女兒呢 一個一個 首先歡迎我們在1號家家 好可愛喔 小溪小溪 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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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能不能給他穿個襪子之類的 有沒有看到他一出來 就一直往爸爸那方向 你看 好可愛 好可愛 家家你好 請問一下你爸爸是誰 吳宗憲 厲害了 我們不能問他太多的問題 那我不能講答你 對 而且只要稍微他多講一點 你一定會猜得出來 對啊 所以妹妹盡量回答短一點 請問一下你覺得爸爸 他竟然可以不理我 帥不帥 帥 很有可能 講說不帥 很有可能就是親生的啦 對 來 學校三把你的面具拿下來 1 2 3 1 2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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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為什麼你一副沒看過的感覺 好像不太熟對不對 對啊 有點不太熟的感覺 我是雙眼皮耶 大概要從眼睛看一下 但是笑起來很像 你不用遷就他好不好 還有問題要問你 請問一下 你要這樣逗他 請問 憑良心講他長得跟你還真不像耶 恐怖的是跟隔壁老王很像 好 那我問你 你是喜歡爸爸還是喜歡媽媽 喜歡媽媽 喜歡媽媽 喜歡媽媽是不是 好 知道爸爸有多失敗了 好 謝謝1號妹妹 謝謝 1號家家 自稱自己的爸爸是吳宗憲 你能光憑他的長相 找出任何蛛絲馬跡嗎 歡迎我們的2號吳家家 這個有穿襪子的 這個好活潑喔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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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覺那個憲哥好像比較熟悉 甜甜懶的 來 10到3把面具拿下來 1 2 3 妳有點像耶 像嗎 有 來 麥克風拿著 請問一下 你們是怎麼教的 他們出來都不叫我了 當然啊 蛤 叫我什麼 不要講 那就對了 請問你爸爸是誰 這孩子是真的這樣叫 吳宗憲 對 那你覺得爸爸帥不帥 帥 帥 帥喔 那我問你爸爸要不要常帶一些阿姨回家 真的要爬清楚一點 上課 那好了好了 那有沒有什麼話要對爸爸說 沒有 爸爸生日你要跟他說什麼 好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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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的二號妹妹 好 再謝謝 好 二號佳佳 個性十分活潑可愛 她真的會是吳宗憲的小孩嗎 觀眾朋友們 大家趕快來猜猜看吧 不是 那個簾子拉起來的時候 憲哥的表情都很一樣 對 好像很緊張 開始聊起來 後面兩個 這兩個是幹什麼 這兩個還玩得挺開心的 這樣話嗎 GG你覺得呢 我覺得 小心 2號很有感覺 憲哥 GG覺得2號還滿有感覺的 但是小孩子可怕我 他們不怕我的 這一點很重要 你們家小朋友在家都叫你什麼 還不快去開電視 連叫都沒有叫 幫我開冷氣 好 是 其實他理事難用是不是 還不趕快去掃地 還在那邊看 我找不到 我去抬頭蹲他 你蹲什麼 你蹲什麼 會吧 沒有 憲哥真的對小孩非常好 對啊 好 來 歡迎3號吳佳佳 哇 哇 哇 已經換季了齁 穿好熱喔 來 1 2 3把面具拿下來 1 2 3 耶 哇 Juie太太你現在想做嗎 開別我 會跟你鬧脾氣喔 你怎麼講話那麼大聲 自己判斷 自己判斷 好 好 請問一下妹妹 你爸爸是誰 我爸爸是吳宗憲 你爸爸是吳宗憲喔 那請問一下 你覺得吳宗憲 爸爸帥不帥 帥 帥 最帥是哪 哈囉 你能不能帥成可女 爸爸帥不帥 帥 好的 最帥是哪裡 最帥是哪裡 哪裡 是 是 在什麼 什麼的狀況 在看過爸爸裸體的 我們家的浴室是透明的 你們家家人洗澡都互相參觀 沒有沒有 對面樓也看得到 好開放耶 我們是很開放的 好 那我問你 爸爸對你比較好還是媽媽 媽 爸爸 馬上轉過去 爸爸會不會幫你買很多禮物 有 有喔 你要什麼都會買給 對 喔 有沒有看到 好 有買機器戰警給你對不對 看到 這個小孩子被教說謊 有買蛋塔給你對不對 對 有買那谷塔給你對不對 那谷塔 連那谷塔都對 什麼都對 好恐怖啊 好 謝謝 可是我覺得張浩五妹妹 眉毛跟你有點像 對啊 我眉毛算是很大的 對不對 對 她也是眉毛比較粗的 好 謝謝 好 那請先上台了 三號家家也自稱自己的爸爸是吳宗憲 你能光憑她的外表判斷出來嗎 大家趕快來猜猜看 究竟以上三位 誰才是吳宗憲真正的小女兒呢 坐在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不要浪費時間 趕快動動腦吧 觀眾朋友們 請注意以下的歌聲 風吹著故鄉 風吹著故鄉 滿山的稻水飛揚 你聽得出來這是誰的歌聲嗎 嘿嘿 沒想到吧 剛剛的歌聲就是吳宗憲 二十年前所出的唱片 是不是相當不可思議呢 此外 我們將獨家公開吳宗憲 最私密的照片喔 這一段就不要在現場看好不好 為什麼 我的出道VCR相當恐怖的 就是因為恐怖的 我要看對不對 對… 不要理他 趕快來看憲哥的出道畫面 你聽我出道畫面 沒有 你聽我出道畫面 天王主持人吳宗憲四十大獸 我才特別驚喜企劃 你絕對想不到 吳宗憲最私密的照片公開了 是什麼樣恐怖的畫面 讓吳宗憲頻作偶 只嚷著說不看了呢 精采內容 敬請期待 請期待 此外 我猜現場來了一隻 史上最聰明的小狗狗喔 我們來一組為快吧 牠有什麼樣的特異功能 牠有 還在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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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算數 而且是為什麼算數呢 會開根號 拜託賣腦啊 開根號 這不可能 對啊 4開根號 就等於2 8 沒有 這位太太 一起去練平方好不好 精采節目 現在就要開始囉 究竟以上三位 誰才是吳宗憲真正的小女兒呢 坐在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趕快猜猜看 三位裡面要選一位 其實吳大哥自己心裡面 心裡有數 心裡有數 會不會 但是當然有 沒有 也有可能三個都是 不是 有這麼多啊 有 沒有在看新聞啊 我跟你講在外面沒有認回來的 還很多 喂 我們今天幫你舉辦一個大任期 我三個女兒 一個兒子啦 三女一娘 對 他們玩得好開心喔 你看 你看 我玩起來了 你看 但是2號機會不大 因為他站的時候腿開開了 平常我有教育他們站的時候 腳要這樣 對 他在瞪你 好 可以 好 現在給他們猜好了好不好 余欣認為是幾號 我認為是2號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憲哥是很頑皮的人啊 然後剛剛他下台的時候是用跳的 所以滿像憲哥 所以我是2號 慧欣呢 慧欣覺得 我 我覺得可能是3號吧 3號 為什麼 我不知道就是感覺 但是我不會猜 其實3號真的跟憲哥有點像 對啊 雙眼皮、眉毛 2號 倒置 2號很可疑喔 因為他一直跟旁邊的人在 2號有交到 偷你的皮包是吧 真的 不是啦 不是啦 然後他一直跟旁邊的人打交到 一直這樣 很活潑 2號 2號如果偷你東西 我把他抓到佛堂面前 好 在家裡都是這樣子 對小孩的 沒有 我覺得1號吧 1號 搞不好這麼活潑的藝人 其實你要是覺得3個都是也可以猜 3個都是 真的嗎 嗯 那不如說3個都是好了 對啊 3個都是 但是1號沒有穿襪子 你為什麼一直注重人家的襪子 對啊 我覺得浴蓋你這樣 他說咬 咬 咬 拉起來了 拉起來了 不要咬 看到了 看到了 一隻有、一隻沒有 好 好 還好憲哥你剛剛沒說你沒有穿小褲褲子 喂 就拉 拉起來給你看 來來來 郎祖雲小姐 我的感覺是像是3號 3號 為什麼 因為 當別人在講別的號碼的時候 他在旁邊就一直偷笑 就覺得 猜錯了 猜錯了 怎麼會是2號呢 他說什麼 什麼 他會講呆呆的 哇 你管到別人家 這樣子心地不太善良 對啊 你管到別人家了幹嘛 好好笑 好來 芝碧跟玉蓉 我們自決定是2號 2號 太會講話了對不對 太像爸爸 對啊 就活潑 預測的結果 三個小女孩的票數可是不相上下 到底誰才是吳宗憲的小女兒呢 我們的正確答案 這樣好了 憲哥 對 到底誰是我們吳宗憲的小孩呢 3 2 1 還要選 還要選喔 還要選喔 不要鬧了 我怕選票會出人力 是的話就把它抱下來 快一點 我好想知道 對 答對 都不是啦 當然是都不是 掌聲鼓勵一下 哇 所以是我們的GINY開隊了 真的假的 都不是啦 對 我們 是故意要整憲哥 沒有想到整到你們了 而且你有沒有發覺 憲哥其實剛剛真的有一點點緊張 對啊 我嚇壞了 我也奇怪 應該在學校怎麼可以翹課呢 對 我們是想要給你一個驚喜 然後也希望你們 你可以生日快樂 從現在開始 憲哥正式步入終年了 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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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 我們誠摯祝福憲哥 一年比一年好 演藝事業更上一層樓 等一下蛋糕切給大家吃 不過在這邊呢 我們有幫憲哥 再準備一點點小小的禮物 還有什麼怪東西 我們要來看看 你剛剛說你是新馬王子 而且其實大家都知道 你出道的過程很辛苦 我了解 這一段就不要在現場看好不好 因為 我的出道VCR相當恐怖的 就是因為恐怖的要看對不對 對 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趕快來看憲哥的出道畫面 因為我全都還沒 觀眾朋友們 請注意以下的歌聲 你知道超級巨星吳宗憲 也曾經當過加油工嗎 二十多年來 一位南部出身的小夥子 憑著滿腔的熱情與堅持 一步一腳印 赤手空拳地在演藝界打開了一片天 常言道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 舞台上的天王主持人吳宗憲光鮮亮眼 常讓人忽略了他背後付出的努力 懷著對音樂的熱愛 十八歲便隻身離家在外打拼 默默耕耘歌唱事業 一頂一滴的累積經驗 如今當年的小排歌手 現在變成了天王巨星 即歌手 主持人 電影導演 多間餐廳老闆 傳播公司負責人等等頭銜云一身 靠雙手賞來此時此刻億萬的身價 現在讓我們帶著敬意 忠心的說一聲 憲哥生日快樂 掌聲鼓勵 好好看 沒有 你要發表一下感言 因為你必須在我們娛樂圈對不對 也為我們服務了這麼多年了 人總是看過去總是對自己沒信心 我們要不要看一下阿雅在學校那個樣子 就是一隻豬在走路啊 對自己這麼有體認 好啦 不要浪費大家太多時間 沒有 我們想要聽你講一下你的感想 因為畢竟四十也算是一個大獸 對啊 對啊 這個其實在藝能界裡面 我因為十六歲就離家嘛 那十八歲左右就投入到演藝圈 開始在民歌餐廳唱歌啦 在一些pop或什麼 那我也當過這個加油工 真的 對啊 在那個加油站裡面幫人家加油 對啊 然後心裡面有很多的願望 就是說 會覺得有很多的感謝啦 會覺得其實觀眾朋友他們都是真正我們的衣食父母 那我這一生當中就是說 也沒有什麼好值得自己驕傲的 也就是說我吃飯的一隻碗 跟一雙筷子都是靠自己賺來的 不過再次謝謝大家好不好 謝謝憲哥 今天看到這麼多好朋友謝謝 謝謝 謝謝 生日快樂 好 乖寶貝 今天我們的節目我就在此告一個段落 明天同一時間 剛開始 剛開始好不好 那麼再次謝謝他 那明天也是瓦宅的生日 為祝他這個生日快樂 好不好 那我們這個 我還有一個師弟啊 曾醫健他也是天秤做的 我也祝他生日快樂 因為呢曾經呢我考慮過 我要跟他在一起的 什麼啊 人家才不想跟你在一起呢 不是啊 我們唱起初唱片不可以嗎 都是BMG的是不是 我們這個也祝福他啦 好 好 現在馬上來看看我們真的 假不了 假不了